嗯 好 基本上我们的课呢就讲完了 就这一整套视频呢 我相信 我认为我认真讲了 大家看到看完这套视频呢 应该有很大的提高 很多东西不懂的问题呢 到时来找我再说 我们的学术研究呢 真的是需要高智商 很多东西有时拐不过来这个味儿 真的需要高智商 但是你要做生意 你要用周一来做生意的话 你真的需要高智商 你没有智商 很多人是没有智商 像我的智商就不行 所以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做生意就不行 第一我不会参严观社 你让我开馆 我一个顾客都不会有 很多事我不会去说 我不爱去拍马屁 也不愿意去说 但是呢 这就是智商的考验 非常重要 智商很多事 智商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要想专业用周一做生意 你教育高智商 有几件事情 有很多专业 我知道他专业开馆的师兄 他 对吧 他智商但是智商不够 他已经在开馆 所以 就这里面就造成了很多问题 对吧 比如你问我问题 你丝毫没有任何智商而言 那你 你和我交流就没 就体现不出来你智商的高低 对吧 你对顾客 你有什么智商啊 还专业从事这个 对吧 所以那就是容易走路不去 容易走 走向那种 不健康的渠道 非常容易的 我们学习已经呢 真的需要我们有激情 有激情呢 你还要努力 有恒心 赤字一恒 你还有丰富的阅历 要不然你生活中的这些东西 你转换不到周一的语言 你也转换不了生活中的这种事 你说怎么的 就是五行深刻 简单的来说 就是五行深刻 但是怎么转换呢 这个转换是需要我们的知识量的 三观要正 就是说你三观不正 就容易走入到那个封建迷信的这个圈里 你化解 化解完了 就不用去医院了 不可能 你说你调个发财的风水 你就就能发财了 你不努力发不了财 只有努力才能发财 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 不断的创造机会 不断的努力 一个平安服务 保证不了你平安 你从二 你千年闯红灯 对吧 很多人调风水 调了之后 他 他根本就 那种之前 调风水之前的那种努力 努力那个 努力 随便老是发 之前他努力的那种那种新气都没有了 反正他认为 我调了风水了之后呢 客户就应该主动的到你这来呀 我还用去那个吗 那要不然风水 要风水干啥呀 调什么风水呀 对吧 你给我补财库 你给我化解 又整这个又整那个 对吧 所以很多人本身 这就是说人客户本身要迷信 但是我们作为研究这个周易的 研究这个意境的 我们自己可不要迷信 我们的三观要证据 你要知道 无论什么事 都要付出努力 你才会有有收获 你付出不了努力 你就没有收获 就像原来我们同样的八字 在古代三四十三四十岁 就是寿命的终点 对吧 在现在的社会 七八十岁才是一个寿命的终点 这就是说我们生产力水平提高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进步 给我们人类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巨大的一些进步 对 如果没有这些科技的进步 我们的寿命可能就三四十岁 就白白了 因为大自然条件恶劣 你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科技 住在一个宽敞没量的大房子里面 能力不够 对 人天天的风禅露树 那就肯定有 对吧 你的寿命肯定比较 比较短 你现在呢 住的舒服 吃的舒服 原来家里有顿饺子就不错了 过年吃顿饺子就已经是小康家家庭了 你现在呢 谁家吃不起饺子 谁家那个冰箱里没有三块五块肉啊 对吧 还不想吃肉呢 这么吃素呢 现在古代人想吃肉吃不着 现在呢 有肉还不想吃 我想吃素 对 所以我们学艺经 我们三观要正确 我们客户三观 你要给他教导他 三观也要正确 无论怎么调 调理 都得需要付出 需要努力 需要辛苦 你才有结果 你没有努力 没有辛苦 你天上掉线米的事 没那么容易 因为我见过太多了 调完风水就破财 咋破财呀 懒散 就是人的事 不是风水师的事 我们给别人补财货也是 补完财货 就感觉有钱就来了 还有药账 说有什么方法 让我那边来造药的 你不去找到药 你什么方法都不好使 人家不会把钱送到你家里来 所以我们三观不正确 容易走入到封建迷信 特别是个迷信的色彩 神啊 鬼啊什么的 走入到这里面来 神仙没有那么神奇的力量 神仙有给神奇的力量 是给谁的 给努力的人的 学习意见的核心就是逻辑 无论你学任何数数 你学八字也好 那个也好 六眼也好 太乙六任 传统奇门 太空奇门 等等等等 没法译 你必须有 你要建立起来 属于那个体系 你所学的那个体系的 逻辑关系 比如比如太空奇门的逻辑 他不不重视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地资里面 不含地 不藏干 所以你把藏干的东西套进来 他不准 很多信息读不出来 你说我能读出来 你的应用的体系肯定是 另外一个体系 只是说你可能用奇遇方法用了 那个谁啊 太空奇门的奇遇方法而已 所以我们所有的核心都是逻辑 建立好逻辑关系 古代呢 就是把这个易经分 就是在孔子那一份吧 就把这个易经分为 算卦 叫 叫战事法吧 就是算卦 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是哲学 哲理 道理 我们做人的道理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做人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分为两种 走向两个 两个那个了 两个方面了 现在我们学习这个东西呢 学历真的是我们的印象 我们学习的印象 因为你学历不够的话 你很多东西真的是接触不到 你没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很多的一些 一些场面或者是一些东西 那不排除小学文化 或者没上学 当大老板 这是极个别的 丑小鸭也能变成天鹅 确实有 但是我们大多人 你都能成为大老板吗 对吧 都成为大老板 那谁抬教啊 都做教了 谁抬教啊 所以我们是学习一样东西 我们是针对大多人 所以大老板学艺艺艺呢 除了艺艺艺这个圈里 我们的学历真的是我们的印象 然后呢 学历低的时间 我们学习的尽头 努力程度就非常努力 如果你把这种努力尽头 放到你当初学习的那个 上小学初中高中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努力 你一定考大学 并且考的不错大学 但你当然你现在努力也不迟 你努力了你就入门快 开始挺难的 但是学的学的 你就会 学的非常好 你 但是很难达到很高的程度 你的话 你的语言都是算命的语言 怎么负债母先王啊 等等都非常类似的 一听就是一个算命先生的一个语言 江湖道江湖的这种这种语言 为什么呢 因为你老是就这么教的 你的你的文化水平就摆在这了 很多东西你 咱不是看不起啊 就是这个多了就色弦攻击 说说戴眼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没那个意思 就是说是 这是一种现状 我们要努力的提高 我们自己的阅历 我们要看更多的书 我们的语言就会发生变化 就给我们在小学的时间 呃 我上小学上初中 我的语文老师都让我干什么呢 努力的看作文书 让我看四大名著 都我去的四大名著 我翻了很多遍 让 为什么老师让你看四大名著呢 因为你看了四大名著之后 你写作文 你很多成语啊什么什么 你都能运用的上 你描写一个事物的东西 你的眼光都不一样 你就写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作文 所以我们学周易也是 你你不光要看周易的书 你什么书都得看 你这样你才能提高你的阅历 你的学识 知识量 所以呃 我们体点低学历低 就一个缺点 就容易呃 想去赶快用周易挣钱呢 给别人算卦呀挣钱呢 或者给别人调风水呀 挣钱呢 就容易走入企图 走向江湖片子的路 但是民间很多 你看民间很多风水高人 他文化水平也不高 但是心态非常宽广 他心胸非常宽广 他虽然没有文化 但是真的心胸 这个人层次非常高 眼光非常独到 他就能把这个易经学的非常的好 他跟你说几句话 你感觉你心里可舒服了 这就是说一个一个大师也好 一个民间的高人也好 他所具备的特点 一他高清商 第二呢 他虽然没有像我们读的很多书 但是他的眼光独到 眼光远 心胸好心胸宽 应该学周易的人很多都是有些 对吧 越学越心胸狭窄 越学越心胸狭窄 他永远达不到一个高城市 就学历高的人呢 他就有一个优越感 反正我研究生我博士生 我学的东西好像有点趋才 他学习就有点懒散 不努力 有些高高在上 但是他虽然看得懂这些东西 但是他不懂得思考 他建立那种逻辑思维能力 他不容易建立 但是呢 他优点是 只要他入了这个门 他这个逻辑思维能力 建立起来之后 他水平会突飞猛进 瞬间就提高了 进步速度非常快 你不用老师 他不用去那个 不断的是上老师的培训班 而学历低的这一群人呢 他就容易不断去找老师 拜师学艺 不断的去学艺 而这个学历高的人呢 他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学一次 他就不会去学了 然后在家里自个研究 过几年 你不见他 过几年他比老师的水平都高 所以他一旦建立起来 这种逻辑思考能力之后 他的那种独立思考 和独立想象 这里面的东西的之后 他自己去 他知道了 自己去查资料 怎么去查资料 在哪查资料 他能查得到 在我们学历不高的时间呢 我们很多资源 我们想查资源 我们心里也想查资源 比如你不会电脑 你不会手机 你不会下载 不会看视频 你查资源在哪查呀 对吧 那有人就查 他去很多大学的图书馆 他找那古书 六条的书 他特有 很多博物馆 他也有 很多国家的图书馆 他都有这里的书籍 你可以去借阅 他们有这个资源 和有这个能力去 在各行各业去找这些资料 然后回家自己看自己看 你就是 很多其他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缺点呢 一旦他想利用周一挣钱的时间 他是一个高智商 他也会走入雾区 变成一个高智商的骗子 要么称之为一个高智商的一个打架 他是一个打架 如果他不走上骗子这条路的话 他就称之为一个打架 所以民间的也很多人 也可以称之为大家 但是我们想想 民间的高人 他怎么称之为高人呢 他不经过千锤百炼 天天给这个看给那个看 怎么凭怎么称之为高人 光学理论 谁不会学啊 你看完那个七门子规 你就称之为高人了 你去看一下试试 对吧 你看完理论了 你还要进入实战 你才能成为大家 所以周一这个行业呢 他就属于一念成佛 一念坠入地狱 都是一念之截 所以我们的三观 就重要一点 我们思想政治问题 不要去走入片的这个 这个 这条路 我们所说的话 每句话 都得根据五行深刻 去说 如果五行深刻不到位的话 你就不能说 你说的话 那就是忽悠 就是骗 你毫无根据的去说话 所以 所以说到最后一点 我是努力的 就是希望大家呢 努力的去多看古书 原则原本的古书 多去研究 这些东西 这些资料 多去增加自己的阅历 和学识 这都是需要我们付出 长期的一个代价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好了 祝大家呢 学有所成 希望呢 我录制的这整套视频呢 给大家呢 有一个好的作用 起到一个入门的作用吧 行 那就这样